Yo! What's up? My Yankee! 為了毒物你可以做到什麼幫他們呢? 這次我拍這個影片 其實就是想鼓勵大家多點外戶動物 無論是流浪的動物也好 或者是你家裡的寵物也好 我想讓大家知道 其實有什麼方法 有什麼途徑可以幫助到動物呢? 或者有什麼動物的機構 我們香港是有的呢? 可能我找到的機構 其實未必齊全的 但是如果我說漏了 也歡迎你在樓下提供機構的名字和網址 給所有有份看這個影片的人都可以看回 其實本身我自己也是一個很喜歡吃動物的一個女生 一直以來其實都很想做些事情 但是又不知道做些什麼 結果我就想到幾個方法 現在就很想拍一條影片跟大家說 讓一個你好像我這樣的人 很想知道 到底可以做些什麼 可以幫助小動物呢? 但是又不知道有什麼頭緒 怎樣無從入手 那這條影片呢? 希望你看完就知道可以做些什麼了 第一樣 每個人都做到很簡單的 很簡單很簡單的一件事 就是多些宣揚一些正確愛護動物的訊息 給你身邊的朋友也好 或者去教導小朋友 年輕的一輩 告訴你 其實正確應該怎樣跟動物相處 或者是怎樣對待一些流浪的動物也好 我覺得這件事是最簡單最容易做的 那因為現在網絡世界其實都很熱 一些東西很盛傳 那網絡世界的力量其實都挺大的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譬如看到一些facebook的post 或者一些有關幫助動物的一些東西 其實真的可以轉發多些出去 去跟身邊的人去 讓他們也知道有件事發生 再不然其實如果 你也對這方面有些見解 多些跟身邊的人去 其實正確我們應該怎樣對待動物呢? 那這個是每個人都做到 而不需要花 根本就不需要花氣力 又不需要你出錢 最重要是你有個心去做 第二 就是付出你少許的時間 去不同的動物機構做義工 那做狗義工 其實我覺得也很能幫助到的 因為其實現在也有很多流浪動物的機構 那去做狗義工 其實狗義工都有分很多種的 有一些就是專門做活動的一些義工 就是在活動幫忙到籌備 進行整個活動的一個義工 也有另一種義工就是一些領犬員 那其實就是可能你有時間的時候 去那些流浪動物中心 那帶一些狗子去散步 因為其實它長期都需要人 那些機構長期都很需要 有一些義工 或者一些有心的人 去肯花牠們的時間 帶一些狗狗出去 因為可能一間這樣的機構 有幾百隻狗 但可能只有很少人手 可以帶到牠們散步 所以有些狗狗有時候 真的出不了街 所以其實如果你有時間 有可以的話 可以申請做領犬員 去帶小狗去散步 不過記住做領犬員之前 一定要先上課 我想每個流浪動物的機構 都會先有些課程提供給你上課 因為你也要學會怎樣去帶狗 而且好像要記得打破雙風浸線 除了活動的義工 動物 狗散步的義工之外 其實除了 譬如你未必有時間 可以去帶牠們散步 或者未必可以出席到那個活動的義工 其實如果你有任何設計上 或者其他才能的方面 你可以幫到手 去幫那個機構做一些免費的服務 即是平面設計 或者其他特場的東西 總之可以幫到手 其實都可以做到其中一件義務的工作 對你來說 最後一件事 因為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狗場 其實那些狗場很大 很多狗仔 要保持清潔 其實牠們都會找一些清潔的義工 就是幫忙處理一些動物的大小異變 然後保持整個狗場的乾淨程度 所以其實狗義工有分很多種 所以第二件事 就是狗義工不同的範疇 看看如果你有能力 你有時間 你有肯的話 其實也鼓勵大家一起做 第三件事 就是如果你沒有時間 其實如果你想要付出 幫到牠們 其實我相信你可以捐錢 去給那些機構去營運 其實一個不同的機構去營運 其實都需要一定的花費 去保持每一天牠們吃的糧 牠們清潔的所有東西 那些錢 甚至乎有些動物 在街邊救回來的時候 牠們會有病 如果一直帶牠們去做手術 其實那裡每一件事都是錢 所以如果你真的未必有時間 但是你也很想照幫忙 你也可以捐錢給那些機構 或者你助養一隻小狗 也好 怎樣也好 捐錢也是其中一個 比較直接 但也有效的方法 然後呢 第四就是 如果你們身邊有很多朋友 是很想養動物 而牠們真的不介意養的什麼動物 即是不介意養的那些動物 即是不介意養任何品種的狗 也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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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真的希望你可以勸牠們 或者你去領養 不要購買 因為某程度上 其實有很多動物 牠們都是一樣那麼可愛 牠們流浪動物 流浪貓狗 其實牠們都是一樣那麼可愛 就不只是買回來的動物 才是特別有趣的 所以如果真的可以的 不如就領養 不要購買 因為通常 你購買買回來的動物 牠們背後 牠們繁殖的時候 牠們都是很慘的 不如去救一些 本身已經 等著需要別人幫助的生命 所以 我希望 大家都會領養 而且 其實 其實現在每逢星期六 也有很多不同的 貓貓狗狗的領養日 你們可以追蹤那些不同的動物的頁 其實 偶爾會看到 一堆領養日的活動 資料 那領養 領養日 也是一樣 你可以幫助動物的方法 第五是什麼呢 就是 現在除了 你可以上多一些Facebook page 或者一些網站 去留意 關注那些動物的機構 之外 其實手機也有一個Apps 那個手機的Apps 現在我放在旁邊的位置 這個Apps 上面是專貨給一些人去看 有什麼流浪的動物 等著領養的動物 去等人領養的 它除了有些動物的資料 帶領動物的資料之外 它也有一個位置 在活動 專門說 接下來有什麼日子 會有領養日 地址 在哪裡 時間 我覺得這個Apps很好 大家都可以下載的 第六是什麼呢 就是最簡單 就是想大家都有那個心 就是要大家 希望大家會尊重 尊重動物 其實動物都有一個生命 去愛惜牠們 不要棄養牠們 如果你現在已經有養的貓貓狗狗 記得愛惜牠們 不要忽略牠們 照顧牠們 就算牠們什麼生女病死也好 也不要遺棄牠們 讓牠們變成流浪動物 這是一個純粹 希望大家有的心態 雖然我知道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動物機構 但我一次過都說不太多 我上網做了一些資料搜集 找了差不多有數十個的動物機構 現在我應該一直在展示在旁邊這些位置 我給我一點時間去 其實我知道不僅有那麼少 但是因為我沒有找到那麼多 如果大家都找到的 就可以在下面留言給其他人看到 其實這裡大部分的一些 我展示出來的一些機構 其實牠們都是一些非毛利機構 而且都是一些很為動物著想 很幫助動物的一個機構 所以大家可以 在Facebook找回牠們的項目 去追蹤牠們 你可以知道多些動物 或者有什麼可以幫到手 或者新的資訊 都是非常好的 去到這條影片的最後 真的很想很想跟大家說一聲 其實真的希望大家都會餓識動物 因為其實動物和我們人類都一樣 都是一個生命 那不是說 不可以任意踐踏牠們 那希望大家都會分享我這條影片出去 或者就算你不分享我這條影片出去 都會看完這條影片 使你有一個想法 可以知道應該怎樣去做 或者應該怎樣去愛識動物 或者看完這條影片 令到你很想試一下抽時間 去做一次義工 或者去跟多些人說 怎樣去愛識動物 也好什麼都好 因為我最主要都是想 身邊越來越多人去注意 注視這個問題 那我又沒有去到 很了解所有事情 去關於那些動物的權益 我自己都還在了解 所以我就沒有跟大家分享到這方面的事情 但至少我知道自己 都真的很想 令到多些人都愛識動物 因為特別是流浪的動物 現在很多 在街邊 經常都看到牠們被人遺棄 就覺得很慘 而且經常都在上網看到那些動物被人虐待 那些貓狗 無端端又被人 斬斷的手腳 又虐待牠們 經常都看到那些新聞 我覺得很不舒服 經常都不明白 為什麼那些人會這樣對牠們 所以希望自己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去改變這個問題 每個人做一小步 就已經是一大步 那還有 如果 如果你真的做到的話 真的很愛動物的話 其實我覺得大家不妨也試試吃素 素食 因為 我也開始了素食一段時間 那我純粹就覺得 其實動物 和人類都是一種生命 我們吃豬 吃牛 其實牛和豬 和狗和貓 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 都是生命的 所以 就算你真的做不到吃素的話 不如也試試每個星期 找一兩餐 找一兩天吃素 那 對 因為我覺得 其實 如果我們 不一定要靠吃肉 去維持自己的生命的時候 其實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吃牠們呢 對不對 不過這個是台灣華 總之 希望看完這條片 會感染到你去愛吃動物 那 幫我分享這條片出去 拜拜